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军 你慢点 是不是这药太苦了呀 哪儿好都不如家好啊 我在通用县这么久 心中想家 想你 想孩子们 当然也想阿母 想得心肠都凝成一团了 我们也想将军 一家人在牢中时 每一句话都提及将军 阿母说将军是个孝顺儿郎 宋儿少公也念将军是慈父之心 鸟鸟就更不必说了 他为你这个阿父奔走 也是他情之所来 那夫人哪 你我成亲三十载 相互扶持 暗暗有家 还用说吗 我哪知 家中会被童牛一案牵连 那日严重与我商量 该如何处置那两千金铜 我担忧通牛县失守 君子被抢 便提议抢那两千金铜 运出城外隐藏 随之半路遇袭 马荣非但抢了自撤 更将严重一架杀害 我奋力抵挡也受了伤 拼得性命逃脱 最终混在草丛中 可我听淼淼说 找到将军时 你可是生龙活虎啊 可不像昏迷许久的模样 还不是怪那楼奔 我醒来就在那小屋 浑身世上 他是我为周围矿场 劳作的百姓所救 他温馨过来照顾我两日 还告诉我 童牛是首 县城里坟盼变 勾现我一言中 写两千金铜 投地盼国 圣上下令抓捕我而然 将军你就信了 将军你就信了 他是楼奥阿兄 又曾与我们一国亲 我只能想到 他撒谎欺瞒啊 后来我上郝转席 将军机会会独成自变 他又哄骗我不能贸然出面 否则马荣的眼线察觉 定会截杀 如果我死了就有口难辨了 程家人都会定罪 入狱受刑的 他又要向我保证 会将我活着的消息告诉你们 让你们安心 等洗刷冤期的那一天 便能一家团聚 我怕辞罪牵连你们 也只能在那片小田地里应认 别去死为父了 将军真是不义啊 竟然能从他的手里逃过一劲 他倒还有一些了解 未曾杀过 像是看在鸟鸟 一路要定过清的份上 那是因为他失败 自然心存善念 若他事成呢 还能藏进将军一辈子 要是事成啊 他第一个杀的呀 便是将军你 你 大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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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醒过来了 阿姆 要吓坏你阿姆了 你在日春风睡了三天三夜不行啊 别喝了阿姆 我这伤还没好全 您这一嗓子差点把人给送走 那个不孝子 你可知你阿姆这些事 是怎么过的日子吗 你眼里只有你媳妇 你阿姆受得苦 你怎么半点表示都没有呢 怎么半点表示都没有 不孝子 不对啊阿姆 你在牢里待了些事 瞧着比过去还风云不少 你看看 原一为了照顾你们 都瘦了好几圈 阿姆怎么看也不像 受苦的模样 你放屁 阿姆就为你惹的祸 我把我的棺材本都培进去了 我的棺材本 我的棺材本 你怎么半点不吃心疼呢 就阿姆藏的那些破烂 什么破烂 你 你们这些费家子 费家子啊 苏日里 你们只知道说阿姆抠门 若非阿姆藏的这些宝贝 你女儿拿什么 做盘缠去捅牛鞋 救出你这个不孝子 大年 你们若非靠阿姆嘴巴里 省出的那些粮食 能活到今日 不是靠你阿姆手指缝里 扣出的钱财 能救你的命吗 能救你的命 能救你的命吗 能救你的命吗 军姑 军姑可是见过乱世的 若不是军姑平日里 积攒结浅 哪有我们成家的今日啊 懂事啊 还是愿意懂事啊 都说儿郎靠得住 比我看 儿媳 远比儿郎靠得住 不对啊 我不在的日子里 发生了何事 你们怎么不吵了 倒也没发生何事 只是 我们想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一致对外 手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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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实对不住 乘两子眼中了 你从不曾对不住我 一切都是大兄脅有自取 幸好我们因大兄言 李宝负一气被扁毁枪想了 她已经列布皂 老陈就此告别了 露台服务之后 为何要选去华县上任 说起来 在华县时 好似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是我 现在想起来还像做梦般 那时的你率真勇敢 那时的我 纯真无拘 可惜 若再有我选择 我宁愿此生 不曾遇见你 也没有去过华县 你 你 多保重 你 程少商 若你我不是经此生死大使 或许我们还能做得成朋友 谁稀罕与你做朋友 我也不稀罕 谁让你眼巴巴来送我们呢 你们夫妻二人 一起来楼家侵拿虚伯 逼得她当众自尽 如今却一起来送我们 此举不是往阿妖心窝子上捅刀子吗 幸而阿妖是申明大义之人 不会真的怪罪你们 她 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你罢了 我信她心中自有意赶称 知晓自己兄长所为 不能见天地于人心 天长日久 她会想通的 阿妖就是这般 心地雷落 大刀执行之人 程少商 来日相逢 我定请你饮酒吃肉 只是现在的我们 不欢迎你 我们下一个小小小小时 我们下铅 我们下一个小小时 二人 如果要小小时 我们下一个小时 我们下一个小时 那一天 后一个小时 二人 我已经起了 别再伤心了 若非你举荐 他们夫妇二人 也去不了化线 如今华县已是太平之地 想必他们去了 也能够施展心中的报复 近日为何不像楼大夫人和严家子 楼家祖老 在得知楼奔遗言之后 斥责楼太夫人 阻碍子弟的前程 酿此大伙 而楼太夫将此罪 竟数推给了其夫人 罪名是不惕不嫌 离尽骨肉 就在前几日 楼大夫人被遣送回娘家了 还真是 夫妻本是统领鸟 大难临头鸽子飞啊 也不全是这样的夫妻 楼少夫人 带楼奔 就不是如此 同样的夫妻 夫君 你先走一步 孩儿很快 便与你的裙下相聚 草行 幸福 草行 姜 姜 海 你踏遍山河 说要替我寻觅出棚来 不可能失眼 就在前方 给我引路吧 夜间留急 刘家的一桌部位都下了水 也没能把人包上来 幸如今 王妍妻女子死不见世 妍妻阿子曾屡次帮我 除了我家出爱幼之外 带我最好之人 先如今 却与我驯父 罗大公子出世那日 我着急巡护 都不送宽慰于他 楼少夫人是明氏李之人 而阿瑶 也是一个真心之善的二郎 家中发生如此惨事 他也不曾真的记恨你我 今日的他 想必很是克制 我记得阿瑶曾与我说过 他最喜爱去的地方 就是他阿兄的书房 他阿兄游离山川 心怀天下 见过无数风景 解释了无数有趣之人 只是没想到 兄弟二人 变成了情侣这本 是楼本自己走错的路 一步错步步错 不过天下之时 有时候只是走错了一步 便再也无法回头了 子善 我不求荣欢富贵 只求平安喜乐 你我万不能行查他做 此生便绝无后悔之日 怎么了 我阿母病由衷了 你可愿意 跟我一同去看望他 看我做的好不好 没有气 阿丽肯定会喜欢的 阿丽 你来了 快来快来 阿母给你做的杏仁糕 你最喜欢吃的 来呀 快尝尝 尝尝甜不甜 来来来 来 尝尝 来 怎么 你是嫌阿母 没有 阿母做得很好 我吃 来 尝一块 阿丽 你吃个新日光 为什么紧重眉头啊 是阿母做得不好吃 是不是 没有 很好吃 很甜 真的啊 阿丽喜欢就好 如今城里虽然缺东少西的 可是这杏术结果了 这个杏仁糕啊 这个杏仁糕啊 你想吃多少便可吃多少 阿母不会亏了你的 好 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呀 快来 快来 快来啊 傻孩子你慢一点 拨着呢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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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让我 İstanbul 回去吧 你 真的很一样 君华上了年岁 保不住病啊 如今看似精神 实则已由尽灯枯了 她是霍家伯母早产生下的 从小身体就不好 才受尽了重案 堆了灵贼 拼死生下了自生 却落得了这般的狭招 其实不只君华 此生也是早产儿 我记得当年 她生下来的时候 就像个小毛子一样 大家都觉得她养不活 才给她起了阿黎这个名字 倒是霍家大嫂 生了几个儿郎女娘 全都健康 壮实得很 这未求平安啊 便将自己儿子的名字 给了自生 那霍冲将军的儿子叫什么 布宜给了阿黎 君华儿子的无伤 便给了霍家小侄子 霍无伤 都说外甥消救 不宜恨无伤这两个孩子 又是长得很像 所以君华呢 就总喜欢把他们打扮得一模一样 让霍兄来猜 可恨那灵贼 整日里装出一副 慈腹的嘴脸 蒙骗诗人 使得此生有时 他报过几回 甚至 有时都会认错 两人真有这么像 连承阳侯都会认错 那还不是因为 他极小亲近孩子的缘故吗 他 虽然这两个孩子 相往很是相似 但脾性 却相差他一个 一个呀 调皮好动 喜欢 爬树 登高 另外一个呢 文静 明理 喜欢看书习字 是 虽然性情不多 但两个人相处却极好 阿黎喜欢吃杏仁 这哈征 虽然碰到杏仁 就会起红阵 还是愿意上树 去为他摘果子 此生 如今是霍家唯一的血脉 万不可再去拼命了 他要是有个长短 这君华 孩子 子圣 就托付给你了 待你大婚之日 你阿父阿母 给你背了多少嫁妆 束缚赵原样 再给你背一份 可好啊 不用了 皇后也说过此话 我的嫁妆已经很多了 哪有人嫌自己嫁妆太多了 这再说吧 你的嫁妆如果少了 将来见到玉昌郡主抬不起头 那可怎么办 我的嫁妆多寡 与玉昌郡主有何关心 人家琴棋出话 女工烹调样样精通 又是都城里出了名的贤良舒特 你呢 我听闻 你缝补个铠甲 都能弄出个鸡翅膀来 孩子子绣 被仲将官笑话了多日 这嫁妆要再不丰厚些 那不什么都比不过人家呀 崔叔父 我觉得 你我缘分已尽 就此告别 天高地远 不必相送 你是鸳鸯 不是鸡 气氧还不行 这孩子 有点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怎么了 没事 怎么长了这么多的疹子 应该是操练的时候 被蚊虫更咬了 大冷天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蚊虫啊 我看看 你发热了 好烫 你请我靠一下 好烫 好烫 过一夜便好 可为何少女君一言不发就走了 都不等少主公醒过来 定是其少主公不爱惜自身吧 只盼着彭坤能赶紧将孤城一案都交代了 这样少主公也好早日放下心血 与少女君完婚 少主公 医事不是让你多歇歇吗 你怎么又起来了 等不及了 再等就要晚了 我们去庭院府 抢彭坤 是 是 说 为什么对前安王下手 为什么要对孤城下手 你不议 你自自把我从庭院府 入到这北军域 分明是想滥用私刑 我可以保证每一个人 都落在同一文字 不知彭将军 能受得了几遍哪 说 走 我跟将士们出生如死 前安王坐向孤城 不断高升 我杀他有错吗 小前安王无能 却只等着孤城不娶 掩熙王位 赴死子继 我们这些寒门将士 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上位 只有老前安王在阵中死去 小前安王无理暗护不娶 我 才不会有缘只是个富家 至于孤城 没有及时能够救援 完全是他祸处 都没而已 不可能 你那日在寿春 你说此事与林医有关系 是什么意思 孤城陈破 是不是因为有林医 在城内做剑影 你已经是文氏的一条狗 怎么 连自己的亲生阿富 都想要反咬一口 需要功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 有仇 你杀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庸王我杀了 文秀军我贬了 小月后我也立即滚去了皇里 小月 要杀你 一如反常 我要的是让你 生不如死 而这里 至少就有上不来种法子 彭将军 是否愿意一一逝时啊 彭将军 是否愿意一一逝时而 你方才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身啊 我是觉得霍将军 与子慎 到时候几分相像 都说外甥消救 不一和无伤这两个孩子 有时长得很像 虽然性情不同 但两个人相处却是极好 阿黎喜欢吃杏仁 这哈征 虽然碰到杏仁就会起红疹 还是愿意上树去为他摘果子 怎么长了这么多的疹子啊 应该是操练的时候 被文忠跟养了 少商 皇后怎么还没睡啊 于近日身体不大好 勉浅 瞧你屋子灯还亮着 就想过来看看你 好 皇后可是因为储君之事而烦忧 楼太夫乃太子时 这段时日 文修君王淳五公主 还有楼太夫接二连三的出事 即便东宫能从此事中宅出来 怕是太子心中也不会好过 皇后 皇后 我偷偷离开都城 把楼奔查了出来 才会连累太子殿下 皇后不怪我吗 为何会怪你 你乖巧听话 鱼怎会不知你心中的苦楚 其实鱼心中甚是敬佩你 若我当年也有你这般孤勇 或许也能救下我的阿父阿母 皇后要先保重自己 除了太子的事情 你还为好多事情都要操心 是啊 如今鱼只操心 你与子慎的婚事 皇后 跟我说说子慎的事情吧 她的性子是一直这么清了吗 我听闻说 她跟霍侯公子长得像 小时候大家都经常认错她们 像也不像 子慎小时候欢托得很 而无伤总是沉默寡言 少年老成 只是后来出了那样的事 子慎 就变得像无伤那样不爱笑了 其实她有许多习性跟无伤相 肾上也曾经过她 她说 她要为死去的无伤活着 不能太自已了 这孩子 前半生过得太狂了 余庆幸 她身边余生有你 小时 她一样不得太狂了 她一样不得太狂了 她是一样不得太狂了 我也信心 她身边能又往后 她也信心 此生帮我们更多 不管发生何事 人总要往前看 你莫要为他担心 他行事自有分寸 快些睡吧 或许明日会更好些 皇后 今日你能不能陪我一晚 这有何不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夫人 皇后不再也行 让程孝孝出来见我 黄夫人 不得再次喧哗 此处是长秋宫 我不管什么长秋宫 我现在就要去见程孝孝 别挡我 黄夫人 程娘子 过去是我对你不住 今日特地来给你道歉了 求你让十一郎放过我夫君吧 当初你阿母险些被处死 你都不曾这般狼狈哀求 如今为了一个狼婿 你竟做到此般 你真是一点骨气都不好 我夫中的孩儿要是没了阿福 我还要这脸没个骨气做什么 你弄给我 起来 快起来 我求是你帮帮我吧 帮帮帮我 你可以没臉没扁 但长秋宫的里面不能补骨 被那个不中不矣的男人植吗 亲人在你们眼中 不忠不疑 但是在我眼里 没有人更比他有情有义 是 他无逆谋反 甚至杀我亲人 可你知道我这些亲人算什么钱 我在娘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阿父莫恼 阿生顽固 阿母更是心中只有救父一家人 随时可命我为他不加牺牲 没有人关心过我喜欢什么 更没有人在乎过我想要什么 祝福了他 可那又如何 亲心里面 那毕竟是克洛伯城的反贼 他早已在独城 仗起重伤身体 换下船上 所以院中 从未有过花草 坦得知 我喜欢石花弄草后 也很危险 让人带来了许多西汉花草 种在院中 就是为了哄我开心 为此 他不敢踏在我的院子 这也让我安心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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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夜里 我屋中的 点燃杖子起了大火 我以为我就要死在寿春 谁知 他见到我心里 拼了命地来救我 希望我阿富阿姆 谁人又能做到 萌虚倒是个好人去 想当初 你还不去人家吗 从那次后 我便发誓 我这条命都是他的 臭娘子 所以我求求你 你帮忙他吧 你帮忙他好不好 看我 那是竹林九族的死罪 你当真觉得我一个小女娘 可以说服身份救她吗 不是 我并非让你饶恕她 我并非让你去救她 她既然谋反 便不可能免死 只是林不宜将她 从廷尉府带走 关押在北军域 连夜审讯 林子盛心狠手辣 定会对我夫君 用尽酷刑 是 我夫君的确有错 但林不宜 滥用私刑逼人认罪 难道就没错吗 我们所为 罪无可赦 还需要逼她认罪 王林 我帮不了你 你走吧 陈少商 看来你对林子盛 真的是一无所知啊 林子盛才是这个世间 最深不可测 最心思可布的男人 我夫君在都城都有耳目 他曾与我说过